民眾黨立委高宏安最近在母親節前 吸引前進新竹市的最大果菜市場 沿街發送肥皂糠奶昕花給民眾 高宏安指出希望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果 帶領所有的民眾黨候選人一起亮相 增加民眾的熟悉度 我們的這些不管是候選人先任的議員 我們可以一起亮相 讓民眾可以更加認識我們 那當然最當然說我自己本身 雖然現在不是一個母親 但是最近還蠻多人都把我叫成母雞 所以其實也是用頗有母雞之姿 這個方式也是帶著我們的候選人 一起來讓民眾更加的認識 除了母雞帶小雞之外 高宏安也有意問頂新竹市長的位置 不過對此高宏安表示 不管要不要參選 民眾黨關心地方的行動 仍然會一直進行 我想最近當然有相當多地方的民眾 媒體等等都非常的關心 我們民眾黨在新竹市長的這一站 到底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推選 那我自己本身也變成是這個蠻熱門的 爭尋人選之一 那我想不管是有沒有要做這個市長參選的打算 事實上我們的關心新竹的行動都已經展開了 所以呢不管後面是不是有參選市長的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現在目前就是立即以行動 以我們的相關的問政 還有在地的選民服務 已經非常的直接的務實的來關心新竹 高宏安帶著所有想要參選 新竹市議員的候選人 沿街發送康乃馨 有不少民眾除了索取花束之外 也爭相要求跟高宏安合影留念 看來民眾對於高宏安的好感度還不錯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